我們常看到的就是那種媽媽 就是你剛剛Vivi講的 就是要掌握這個兒子的一切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嫁到只有一個媽媽 跟一個兒子的家庭 那他之前就... 不然兩個媽媽 沒有爸爸啊 反正是孤兒寡母的那個家庭 那當然結婚之前呢 這個媽媽的婆婆的表現就是很正常 因為畢竟你沒有住進去嘛 就是什麼某某媽媽好啊 那媽媽也都笑笑的啊 但是他們不是很常接觸 那因為那時候他的老公跟他講說 你知道距離才是一種美對不對 不要太常接觸這樣 但嫁進去之後呢 這個老公有答應過他說 你先嫁進來三年 最多就住三年 至少跟我媽相處看看 反正你也覺得他不錯嘛 就是當兒子都是變中間的那個傳聲筒 那我這個朋友就嫁進去了 就發現這個婆婆跟她想像完全不一樣 因為非常的可怕 這婆婆會規定她就是幾點下班 然後上班要穿什麼衣服 妝要怎麼畫 就婆婆會規定 比方說你妝化濃一點 婆婆就會覺得說 哎呀你又不是... 婆婆不是兇的那一種 但講話就是很諷刺 哎呀只有八大行業才會畫這種妝耶 不好看喔 你圈子穿太短了 像你這樣太短了 太短了 對你的腳不好看不要這樣 好傷人喔 婆婆都會這樣 然後睡覺不准她關門 她說你關起門 那個空氣不好 我兒子... 那這樣怎麼生孫子 就是打開就對了 就不准關門 然後而且呢 因為他們之間呢 這個... 我這個朋友的收入比她先生高 那婆婆就會覺得說 你既然嫁進來啦 那家裡的開銷你要負責啊 不能只有我兒子一個人負擔嘛 對 所以就是我兒子賺的錢呢 其實是交給我啦 這個媽媽從她小時候 一起幫她打理一切 對 她工作錢都交給我 那妳嫁給她嘛 她的錢交給我嘛 所以妳的錢也要交給我 所以媽媽要管家裡的錢 妳又不是我媽 對 但是她規定說 那媽媽我總是有一些錢 我要孝敬我父母的 對啊 這媽跟她講說不行 妳已經嫁給我們家了 所以妳不能給妳爸媽錢 這樣生活了幾天呢 她是真的痛苦了一年多 一年多 對 那就跟她老公講說 我真的受不了妳媽了 那她老公就跟她講說 不要這樣子啦 就是我媽她 我就是一個媽媽 不然妳說要怎麼辦呢 我要搬出去 妳答應過我的 受不了就是搬 那兒子當然就編了一個理由 跟媽媽說要搬出去嘛 什麼問題 她說因為我們的公司 最近就是要搬到一個 比較遠的地方 的確也是這樣子 就要利用這個機會說 我們想要公司要搬到新竹 我們就要搬到新竹去住 那邊的房子嗎 妳也知道啊 就是又大又漂亮又便宜啊 那這個媽媽心想就是說 好啊 我跟妳們一起搬過 有邀請她嗎 沒有人邀請她 所以後來 後來我這個朋友 實在受不了了 就是直接跟她的婆婆攤牌 但是妳知道這婆婆怎樣 沒有用 妳不交錢回來嗎 妳要回去妳娘家 那婆婆居然把她的衣服包一包 用垃圾袋裝 丟出去講 太過分了 所以當然最後 她就跟她先生說 妳要她還是要我 老公就回答她一句話 她就離婚了 老公回答她說 老婆可以再娶 媽媽只有一個 哇好傷喔 對 這句話很 大家都差不多 講通樣子 對不對 對 所以她就離婚了 可是要看她婆婆這個情節 這個算蠻嚴重的 很不尊重 可是還蠻常見的 真的啊 對啊 其實她在很多的 單身真好 繼續講 沒有 我覺得婆媳的議題一直是 東方的家庭裡頭 很常見的 很存在的 為什麼東方社會會常發生 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間的 那個界線其實是不清楚的 即便孩子長大了結婚了 她那個界線都還在 那還有我覺得比較 我常看的大概比較 就兩個 我整理出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妳有沒有把我兒子照顧好 也就是說這個媳婦 妳照顧得夠不夠好 第二個就是 用我自己這個女人的標準 來看妳這一代的女人 合不合乎我這一代的標準 所以妳是不是一個 刑妻良母 是她第二個會挑剔的地方 那妳像第一個 我說照顧者 像我們曾經看過的案例就是 她覺得是 她覺得她 她的太太 也都是高射精 她也高射精 但她認為 媳婦 妳應該結婚後 就應該要洗手做羹湯 吃掉妳的工作 來照顧我兒子 好 那兒子聽久了之後也覺得 我媽都做得到 妳為什麼做不到 對不對 好 然後她說 後來她懷孕了 要生小孩 她說 妳現在第一個 妳不願意 對不對 妳不願意照顧我 妳還不願意照顧我孫子啊 哇 對 對 她說妳應該育嬰流亭 妳為什麼沒有 講著講著 這個先生呢 就聽進去了 她說 我告訴妳喔 妳真的不育嬰流亭的話 我們就離婚吧 哇 她就說 她就嚇到了 她以為說她老公也高知識分子 妳這個年代的 還在講這種很古老的話 她說結婚前妳可沒這麼說啊 結婚前妳也說我們可以獨立一起住 結果也沒有 她說 那怎麼樣 妳是現在叫我不要我媽媽嗎 妳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叫我看清楚 不是看清楚男朋友 看清楚男朋友的媽 深入了解她 對 所以她說妳要我現在放掉 妳當時好這樣講 那妳覺得我現在放 妳覺得妳嫁的是這種男人 妳也願意嗎 一個不孝順的人 妳願意嗎 問了她好像也對耶 她就白可夢 妳是不是不要嫁一個口才很好的男人 不然我幹嘛嫁給妳 對 好 她就說 要照顧小孩 好 她就說 可是妳結婚的時候 結婚前妳也跟我講 我可以保有我現在工作 因為我正在升遷 妳也都知道 那妳現在叫我 辭掉我的工作 她說 這個還要我教妳嗎 不是妳結婚後 就應該自己知道這麼做的嗎 後來呢 那麼哪天跟妳兒子感情不好 我的工作妳要幫我找嗎 她當然沒有啊 真氣 然後她就說 妳知道嗎 妳都平常都不煮飯 妳只有六日才煮個水餃 跟下個麵給我吃而已 她說都沒有 然後那個女性朋友說 那律師妳知道嗎 她每次回來 都她婆婆要端飯給她 還倒水給她 她說妳在律師面前講 這是什麼意思 妳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妳該做 妳讓我媽做耶 所以離婚的關鍵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 後來這個兒子其實她也習慣被照顧了 所以她也認為 真的妳不符合一個為人妻 跟為人母的一個標準 那後來我就說 這樣子妳還是離婚吧 那他們當時有說要搬出來 可是我也講一句喔 搬出來這件事情就是卡住了 這個男人她認為說 妳背一個不孝 這都是我們的倫理 所以這個女性她也真的說不下去 那最後當然這個是離婚收場 至今都沒解決